而華麗縣政府主辦的南島系列講座第五場是 而華麗縣政府主辦的南島系列講座第五場 海市南島 台灣原住民族的海洋特性 8月1號在縣政府大理堂舉行 這一次講座是特別邀請到了國立成功大學 考古學研究所劉毅昌 特并教授擔任主講人 將帶領現場的民眾從考古學的研究角度 來細細挖掘理解台灣原住民族海洋文化知識體系 以及深層的歷史記憶 南島系列講座為華麗縣政府130年度重要的市政計畫 著重於台灣原住民族與世界南島語族深度的文化交流 以及國際視野的拓展 講座邀請國內外大師級的專家學者 以及華麗在地知名歌手等人士共同來文化交流 沿 lad你永恥 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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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d來文化蹈 沼 河 沼 Кар利爾爾尼瑮 沼 Australians 沼沼 沼了沼 沼 沼雪好山沼 沼刀 attain 沼 沼上大師付 pelo光的消化 沼 沼天 沼河 沼心 沼沼沙 沼 沼沼沼 河沼 沼為沼河山길 今天是8月1号原住民族日 是我们原住民族证明的日子 也是国家的国定纪念日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的在宪普的大礼堂 来举办我们南岛讲座 今天来到第五场次 那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我们第35届 金曲奖原住民歌手奖的五思爱 高禄 以及我们成功大学的刘一昌教授 一起来针对我们这个海洋文化 来进行深入的交流以及对谈 六思花园现场许正伟走向世界 世界走进花园的政策理念 现有期望透过讲座拉近南岛的故乡 花园与世界的距离 促进跨文化交流 共享南岛以及音乐交织的独特饗宴 原来台湾原住民在台湾至少5000年的历史 这5000年的历史是有演变跟发展 我们现在说有16个族 很多人觉得这个16个族太多了 其实不是啦 那假若我们要是把西部 老早被汉化的屏幕族算进去 大概有再加上10个族或11个族 大概要加这么多 而且西部的那十几族里面也有 好几个族是跟海关系非常密切的 本场海市南岛台湾原住民族的海洋特性 讲座不仅有文化知识的分享与交流 同时也结合花园与世界内原住民歌手音乐的表演 幸福特别邀请第三十五家金曲最佳原住民歌手 吴世爱将带动动人的音乐组曲 藉由结合学术研究 以音乐展影的讲座设计 取取该场活动能够交流成为一场丰富的文化饗宴 欢迎训组民族表示 希望这场南岛系列讲座 取取各位台湾在学术以及音乐当中 感受到台湾原住民族与南岛族裔的深厚文化领域 一起来见证花园之美 记得喜欢华特朗